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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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週我們全家去南投 參觀他們的造紙場 他們是用一種手工抄紙 用手工造的 很特別 哎呀 你實在是很呆耶 紙 我們自己做就好啦 而且還可以吃呢 能吃嗎 我就相信你了耶 哎呀 雖然它主要用途 不是拿來使用 不過 它還是可以吃的 而且 它還可以進一步研發成 醫療防塵口罩呢 哇 太厲害了吧 啊 這誰這麼缺德啊 亂丟香蕉皮 還有刷了個大椒 屁股好痛喔 像是太陽花 可是很珍貴的耶 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了 剛剛不小心踩到香蕉皮 那我決定 回家多收集香蕉皮 來做手工抄紙 只是 現在我肚子好餓喔 我們還是先回家吃飯吧 走吧 走 走 欸 你好快喔 怎麼那麼快就回來啦 你看 這是我們剛剛全家吃的香蕉 剩下的香蕉皮 我還順便拿了一些 我之前做過的手工抄紙喔 很酷吧 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首先 我們要先準備香蕉皮 還有一台果汁機 把香蕉皮丟入果汁機 再加入四張絲碎的衛生紙 要絲碎喔 絲碎一點喔 不然可能會有非常大的纖維 再來 我們要加入五到六分滿的水 OK 開始來製作我們的紙漿囉 看吧 超酷的 水鍋紙漿 清起來真好吃啊 欸 你不是才剛吃飽嗎 怎麼馬上就想吃東西了啦 把紙漿打勻後 接著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實驗盆 還有一個圓形篩網 接著 把果汁機裡面的紙漿 隔著圓形篩網倒入實驗盆 注意 要讓它均勻的分布喔 那 如果沒有篩網該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以用衣架把它折成圓形 再套上絲襪 這樣就可以取代篩網的功能囉 如果你發現紙漿分布的不均勻的話 你可以使用菜瓜布把它壓得平平的 這樣就會烤出一張非常漂亮的紙囉 我們把紙漿分布均勻之後 就可以放上加熱板把它烤乾 就可以完成我們美麗的手工超紙啦 欸 看來已經好了 那我就把它撕下來吧 小心一點喔 好 欸 哇 這太酷了喔 我簡直是花血小神童 蛤 這不是我做的 你搶什麼功勞啊 哇 好清香喔 這反而有點餓 真的可以吃 當然可以啊 在大難零頭的時候 吃這個 保證你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 欸 你們兩個 在實驗室裡面 偷偷摸摸的在幹什麼東西啊 當然在做實驗啊 懂什麼 你覺得在實驗室裡面 還可以做什麼呢 喔 幹嘛那麼兇嘛 話說我中午都沒吃飯 現在餓到前胸貼後背了 欸 那不就是傳說中可以吃的紙嗎 好 了 啊 不 不 那是不只做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